學生美術比賽作品巡迴展 包含西畫、平面設計、水墨、書法、版畫等七大類 並分為兩階段來展出 第一階段展出現賽前兩名的作品 共有127件作品參展 今年因為檔期的關係 也希望能夠把全縣的作品 現賽得獎的作品也讓縣民有機會看到 所以在這個檔期我們就把它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從今天開始一直到禮拜天 這次展覽的部分是宜蘭縣 就是國小到高中的學生他們前兩名的作品 這個是破天荒有史以來宜蘭縣第一次 針對縣美術比賽提供了一個很正式的一個展覽 那歡迎四名朋友 那個就是可以把握時間 在這個禮拜天之前趕快來看 第二階段則是從下星期三開始展出 展出內容是全國優勝的作品 其中有五件作品是縣內學生的創作 歡迎鄉親踴躍前來欣賞 為學生加油鼓勵 下禮拜三開始是全國的特優作品 就是從國小一直到大專院校 第一名的才有資格來展覽 那也希望說市民也能夠趕快來看 那我們這次全國賽呢 宜蘭縣有三件作品得到全國特優 那這也非常不容易 我們一個小縣能夠得到全國三件特優的作品 那如果說加上大專院校的話 有五件得到全國特優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歡迎四名朋友 在下禮拜三開始到2月23號結束 這是全國特優的作品展 中生國小配合這一次的展覽 特別規劃立體課程參與展出 讓展覽呈現更完整的視覺藝術 並提供多元的藝術體驗 歡迎各界前往欣賞 分享春天藝術饗宴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採訪報導